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分析师Cecilia Chen 室温超导来了 能源危机是否即将结束 最近首个室温长压超导 是掀起了全球的热度 韩国科研团队近期是发表论文表示 它们合成了一种长压下的室温超导材料 而且合成的方法可以说是非常简单 简单到高中的实验室 就有可能可以实现合成这样的超导材料 因此目前全球各个实验室 都开始根据这篇论文 加班加点的尝试 复现论文中的实验结果 在未来的几天内 我们就将获得室温超导时代 是否真的到来的这一答案 那么今天就跟大家讲讲 首先什么是超导 简单的说 超导材料是未来基础设施建设 和高科技领域非常有应用潜力的材料 超导材料由于可以基本把阻力降至零 在应用领域也可以大幅节省能源耸耗 但超导现象的实现 不是需要超高压强 就是需要超低的温度 一直在技术上需要攻克该难题 就成为各国科学家非常头疼的问题 因此全球的科学家团队 数十年如一日持续的实验研究 希望就是能够找到 在常温下实现超导的一种超导材料 可以说室温超导的每一次研究突破 都牵动着全球世界科学家的神经 而本次韩国团队论文里的 正是不用加压 长压下的室温超导 也就是说不需要降低温度 也不需要增加压强 大大提升了科技的可行性 那么超导将带来哪些科技突破 又与我们有什么相关呢 首先让我们看看与电相关的产品 超导电器将彻底解决电阻 带来的能量损耗问题 超导计算机不再需要担心散热的问题 而重量也将大大减轻 运行速度可能会飞速提升 家庭用电量也会大幅的降低 而电动汽车有可能全面取代 传统的燃油汽车 接下来我们再看能源发电输电行业 烧油设备将被超导电机所取代 这将彻底改变石油 化工 航空 航天 眼睛等众多的行业 同时超导材料制成的超导电线和超导变压器 几乎可以没有任何损耗的就运输 电力 缺电的问题将成为历史 能源危机可能不复存在了 超导材料的出现也将推动的是 磁悬浮交通的发展 高速超导磁悬浮列车可能会成为现实 磁悬浮轨道交通将大面积的开展建设 实现跟高效便捷的城市交通 甚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 在三体当中的场景也有可能会成为现实 人类有可能未来甚至会坐着超导磁悬浮列车 直接驶向宇宙 人类的历史都将被重写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最近的热门电影 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 室温超导技术就宛如当年创造原子弹 直接是从理论走向了现实 超导技术的发展可能就像当时原子弹问世一样 将给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改变和机遇 一个新的超导时代有可能即将到来 如果大家想要交易相关的投资机会 可以在GoMarkets平台搜索US2000罗素2000指数 该指数代表的是美股市场上的小型小市值公司 常温超导相关材料的新兴公司可能就藏在其中 包括刚刚我们也有提到电动汽车将来可能全面取代燃油汽车 所以下一个投资风口即将到来 您准备好交易了吗 GoMarkets一个交易账号为您提供上百种交易机会 好了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 不要忘记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加转发